太空望遠鏡下的太陽 正進行驚人能量釋放 美國太空總署這個月 偵查到12年來 太陽進行規模最大的能量釋放 俗稱太陽要斑 依照強度共分為5等 X是最高等級 專家表示 這次要斑強度高達X9.3級 直徑是地球7倍 威力如同10億顆氫氮爆炸 太陽要斑 與太陽磁場發生扭曲 扯斷與重新連結有關 過程中會伴隨劇烈能量釋放 平均中期11年 不只是美國遠在太平洋立陰端的日本也憂心忡忡 釋放大量物質與電磁輻射進入太空 一旦重擊地球 現代社會將受到嚴重打擊 修復受創的書店網路會花上幾年時間 1989年 加拿大與美國東岸曾發生過 當時停電長達9小時 所幸這個月的能量釋放 並沒有對地球造成重大損害 科學家表示 這次太陽要斑提供的數據 可以幫助預測下一次發生的時間與位置 提前做好防災準備 大愛新聞 邱崇玉編譯